腦部 腦部是深藏在我们的头部 它是位于人体最上的地方 它的外面就是我们的头面 里面就是脑水 所以中医会称脑为水海 在明代的本草肛木里面 它将脑齐称为原神之虎 而因为脑亦是神微高度回集的地方 再结合后世对于脑部的研究 我们可以将脑的心理功能去分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主宰生命活动 第二个是精神意识 第三个就是主宰感觉运动 所以脑部功能的正常运作 对于维持生命活动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日常保健方面 我们要确保饮食均衡 摄取足够的营养 以供大脑所需 我们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题质 去选择相应的食料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论述 第一个就是肾精不足 肾精不足的人多数是建于长者 可以见到他们会有 腰室酸怨 耳龙耳鸣 头云眼花等等 我们可以选一些保肾 见老的食料 例如核桃、黑芝麻、桑栅、黑豆和松脂等等 第二个就是气血亏虚 气血亏虚的人士 我们会见到他们会调气比较短 比较容易累 还有会有贫血 见到他面色比较苍白等等 他都会有一个心跪、心慌、 或者是棉叉多梦的情况 我们可以选一些保气血的中药 例如是黄旗、生药、大祖和莲子等等 去保抑我们的气血 第三个就是一些痰濕体质的人士 他们多数都是身体比较肥本 多痰 头是比较容易胀 容易觉得身体比较困重 这些人士我们会选一些健脾去濕的食物 例如是耳米、沉皮、杏仁、莲子、萝卜和冬瓜等等 除了食疗之外 我们还可以每天在特定的穴位按摩 第一个穴位就是百活穴 它是位于头顶 在头顶的正中线和两个耳朵尖中间连线的交叉地方 它的功用就是醒路提神 我们按摩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帽子的指幅 去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去各按摩五十个圈 每天两至三次 第二个穴位就是神门穴 它是位于我们手腕一个横纹的地方 我们从这个尾指慢慢掃下来 去到这个手腕横纹的地方 我们摸到内側是有个粒痕的 这个就是神门穴 它就有灵心安神的功效 它是适用于健忘、失眠和神经衰弱的人士 按摩的方法就是每天按摩两至三分钟 每天两次三次 以上的方法都是日常保健的作用 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去建议寻求中医师的意见和治疗相关的疾病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